ession ings 奇怪耶 南瓜這麼營養 有這麼好吃的東西呢 可是就是有人不喜歡 問得好 妳看這個南瓜 是不是看起來硬硬的 對 所以它就是感覺不容易熟 所以大部分人都會 用滿多水去煮 如果用水去煮 它水吸進去 它就軟綿軟綿的 然後一旦過熟又變味 當然難吃 所以這樣聽你講起來 應該是說 料理南瓜是有技巧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 兩道好吃的南瓜料理 就要看你的技術了 這兩道是什麼 一個是海鮮南瓜船 另外一道叫南瓜粉絲寶 南瓜其實你只要會煮 不要煮過熟 它一定好吃 OK 先看一下 其實南瓜很多種 像這個 這是原生種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對不對 可是它這種就比較酸 這種就比較綿一點 這比較濕 對 然後 這個是新種 那原則上 這一個做點心很漂亮 上次我們做南瓜糕 OK 像這個是栗子南瓜 只要滿重的都不錯 這輕吃就很好吃 它你要煮成飯 煮粥 你買這種小的 你覺得會不會剩太多 OK 那今天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做成一個容器 用容器 那我就可以切成一個碗 這個要刷乾淨 因為它凹凸不平有沒有 一定要把它刷乾淨 好 哇 這麼美喔 如果它很有南瓜的一種香氣 你就做原味 你這樣煮當早餐有沒有 不用加鹽巴 不用加鹽巴的東西 就很好吃 好 那我們今天的厚度 大概有三公分半 如果你要吃這個口感好吃 水分不能太多 所以我給它一公分的水 不要加鹽巴 本身就很美味了 OK 中火滾了小火十分鐘到十二分鐘 所以記得不要過熟 過熟就變味了 好 那我們把它這樣蓋起來 OK 那如果你今天煮這個船 要加一些漂亮的料在上面 今天的海鮮呢 我搭這個卵絲呢 我們從裡面切它 丟一點斜這樣子 不要太深 這邊比較薄的肉 我可以不要割那麼深 然後呢 這邊轉過來 一刀 兩刀 三刀 下 一刀 兩刀 三刀 下 那這個頭 你要讓它跟它一起熟的話 也不要切太大 然後這邊有一個龍珠 這個把它切成半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骨頭拿掉 OK 好 那通常這樣的一個軟絲呢 放一點點 將油給它潤滑一下 然後醃一點鹽巴 會讓它脆 然後呢 這邊也是一樣 蝦子就來一點黑胡椒 好 你給它一點點鹽巴 好 所以這道菜OK囉 很簡單喔 我們就海鮮 炒一點蝦子 我們稍微把這個 一點點的這個 Fiber 拉掉 然後你炒的時候呢 它就完全呢 沒有吃到一點點這個Fiber OK 好 那我們切這個 因為它是可以生吃的東西 所以它不一定要炒太久 我常說 你東西煮過熟 它就會變胃 OK 這個是一定的 那再搭一些甜椒的顏色 如果是你搭在海鮮裡面 你當一個配料 那小孩子 慢慢地就讓小孩子習慣 把這些 它對眼睛好 然後它的那個顏色又漂亮 對 然後又有胡蘿蔔素 很好 對 這樣子 好 剛才我們這個南瓜的這個Bow 我們來看一下 好肉 哇 你看 透了 是傷的 是傷的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把它拿起來 OK 那原則上呢 這樣的一個碗呢 你可以放海鮮料 我們先來炒海鮮 OK 我們現在來炒海鮮 來搭這個南瓜碗 好 我們先用一點橄欖油 可是橄欖油不耐 太高溫 你其實可以先放蒜頭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油 淋在蒜頭上 然後呢 我們 等一下要用這個油 來Grew這些海鮮 還有菇 好 那我們先把它翻面 淺金黃色就好囉 OK 好 那我們現在要放材料囉 這個蝦 OK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菇 放這邊切板 好 那如果這個已經夠金黃色 你就要趕快起來 看你要借放哪裡 借放菇也可以 不要讓它燒焦 好 然後呢 這些油它下去囉 OK 中火先給它半分鐘 OK 來一點海鹽吧 剛才我只是醃一點點 現在這個菇也給它一點海鹽 然後一點黑胡椒 給它翻面喔 我這邊要壓平板一下 好 蓋起來 好 我們要把它翻動喔 這個南瓜 剛才的 如果你煮還有一點水分 我給它 再醬燒一下 你看 這樣的海鮮 再搭這種很原味的南瓜 是很棒 吃的時候 把它分一人一塊南瓜 然後裡面搭一些海鮮 然後吃的時候是切一口南瓜 一口海鮮吃 絕對是不一樣的 OK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來煮一個中午 如果你要簡單的喔 就是一個冬粉讓你飽足 然後呢 有一點菇 這個絞肉 等一下我教你一個方法 沒有高湯 可是這個絞肉這樣煮法很好 OK 如果你比較不會切 因為它很硬喔 切絲的話 你可以先把那個皮削下來 然後呢 你就用無老的方式 對 用刷的 那你這個絲呢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南瓜很甜 所以這個絲 你可以去煮一點那個 粥也可以最後熟的時候放 或者是你要煮一些麵 冬粉 那你就把這些 這些絲 快速放在裡面 你的麵雖然沒有雞湯 可是它有素湯的一種甜分 OK 好 那我們這個呢 皮呢 另外把它切薄一點 皮可以吃的 那因為皮你煮熟它就是軟的 OK 這個南瓜呢 如果你喜歡吃桑桑的口感 不會切 那你就切這樣調狀 這樣子煮起來呢 它很快就軟 OK 那如果你沒時間的人 你就用刷的 你可以讓你的湯頭很甜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南瓜師呢 要來做這個粉絲堡 就有一餐了 很均衡 好 我們用一點點的橄欖油 讓它爆一下 那我這樣子爆呢 它會更甜 好 那我這邊呢 就這樣水下來囉 那我們這邊呢 放一點冬菜 OK 我們放一點點提味一下 好 然後我再丟菇 OK 這個冬粉給它泡軟 然後放進去囉 那如果剛才我說 比較沒有空的人 你要用刷的 你這個時候可以加 因為你太早加 它會過熟 OK 你這個時候加 OK 好 那我們給它滾一下 那這邊有一點點瘦的絞肉 我可以加一點點鹽巴 然後我把滾的南瓜湯頭 給它軟化一下 哇 把水滾出來 然後再來一次 先給它好像半熟這樣子 這樣很嫩的喔 OK 然後再來過濾 OK 好 那我們來調味囉 那我這邊呢 要有香氣 加一點小魚乾 OK 要補蓋 再補蓋 我們最後呢 把這個肉啊 下去 再滾一下就OK了 那你的肉就很嫩喔 好 那放一點蔥花 放一點紅蔥酥 哇 好 拿一個大碗公來 我今天這道很適合女士 叫青石苗橋餐 再撒一點新鮮的蔥 對 再撒一點蔥 好 你看 沒有雞高湯 可是呢 湯很鮮 哇 就是那麼簡單 今天這兩道菜我覺得不難 然後呢 其實很適合請客 你看這個蝦這樣跳起來 那個軟絲啊 OK 然後這樣是不是很健康 Yes 還有呢 很簡單的 有時候什麼都不想吃 就來一碗簡單的 南瓜粉絲堡 保證得很滿意 南瓜是一個超級食物喔 它對於我們的眼睛保養 還有免疫力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食物 那如果平常我們在吃白米飯喔 那這種精緻的白米飯 我們用這個南瓜來代替呢 它其實對於我們血糖是非常好 非常有幫助的 但是因為它也是屬於顴骨跟筋類 也是含有澱粉 所以如果吃太多了 相對也是會影響血糖 所以重點還是要適量喔 有些人並不愛吃南瓜喔 最主要就是說 影響我們食物的一個進食的欲望喔 觸覺也很重要 那南瓜有些人不喜歡要吃它一大塊 今天呢 KC老師她處理的方式呢 她是使用南瓜船 讓南瓜整個去蒸 所以相對呢 它在煮的過程就不會這麼的軟爛 那另外一道菜叫做南瓜粉絲堡 南瓜粉絲堡把南瓜就是 跟粉絲呢 就是充分的結合 那像這種料理的方式 包含南瓜濃湯 或是南瓜炒米粉 對於不愛吃一塊軟軟的 這個南瓜的人 這種方式其實也很妙 他們反而也會喜歡 所以一樣的食材 藉由不同的烹飪的方式 卻會能夠增加我們喜好的 一個不同的程度喔 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